用经历啊 大家看到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 武林峰 虎牙 功夫 嘉年华第六季的比赛现场 我是主持人男群 今天跟我一起大量解释的是 著名搏击评论员宋超老师 欢迎宋老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火牙的网友们 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场荣誉之战 对 冷静一点 刚开始就火力全开了 对 还是要冷静一点 明明这两位呢 都不是专业的博尽运动员 确实拼尽全力啊 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啊 对 就不是专业的 不是专业的 一上来把自己所有的能量 全部都给输出出去 所以大家往后看吧 是吧 红方选手呢 是河南本地人 也算本土作战了 对 户外的一个人气主播啊 人称呢 吉梦太子啊 是 叫张开朗 那蓝胖选手呢 啊 更是有一个外号 叫死亡一刀斩啊 哈哈哈 王者的国服第一关羽哈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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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与帅气并存 两人在之前也是互放狠话啊 一个让说 要给对方送到医院 送到外面 另外一个回去找 找医院吧 对 找一个好找医院啊 看看今天到底谁去医院啊 对 我觉得最关键的 他们的拳套用的基本上都是和运动员一样的拳套哈 但是 护具还是带的比较 拳的 是的 可以看到 有可能今天去不了医院 但是这个场面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对 被包裹住了还不错 哎 上腿了 开机一分钟的时候特别强 哎 这第二分钟的时候怎么回事 啊 节奏就开始慢慢慢下来了嘛 哎 这个前职给的不错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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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朗躲的 哈哈哈哈 咱们是一个动作 吓唬对方哈 我觉得就是不要把体力浪费在这种挑衅的事上啊 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进攻输出哈 所以刚刚打开咱们这个虎牙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啊 你们看到这一场呢 其实不是专业的比赛 但是这一场呢 荣誉之战啊 两位都是网络人气很高的 嗯 算是主播吧 对 今天呢 在武林峰的擂台上 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输谁赢 对 所以我们其实并不太能够以职业运动员的比赛 或者职业比赛的规则来要求他们 这个开朗是怎么的 还跟 哦 刚刚跟裁判聊完了之后 这两拳给的还不错 结果被对手推到了绳圈边啊 刚被其实挤入到死角现在转出来了 别提他们两个一看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 对 还练过 应该是练过 要不然不可能撑到这会儿还有体能 轮圈 林阵摩枪不快也光嘛 是的 是的 看这个架势还挺像的 最后十秒钟刚刚的凌晨已经响了 还有几秒钟第一回合就要结束了 到 不错 真不错啊 前一分钟 对 打出来很精彩的一个拳法的画面 对 虽然不是很标准吧 但是给观众朋友们呈现的一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拿一个太职业或者太专业的要求 我去要求他们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一句话 就是林阵摩枪不快也光 但是它只能起到光的作用 就是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没有真正的杀伤力 或者说如果真的是一个枪的话 就上了战场之后可能没有 好 说话先说放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我刚才看到就是啊很多在我们火牙直播间的公屏上的各位朋友啊都在说哈 那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就我们并不能 以专业的角度去要求一个素人 比如说他们说带的护具太多了 这样打有什么意思 但是为了保护他们 对对对对 还是要保证人身安全的 因为有些伤 比如说你看到外部红肿的伤害 倒了 倒地了 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伤害 有时候外部红肿的伤问题不大 当然你内部脏气 可能到时候如果有损伤的话 那个才是最要命的 飞溪 不错 还一个 这是李少网来吗 我问一下 两位虽然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但是可以看出来 拿出了一个专业运动员的素养 特别是第一回合当中 两位给他进攻还不错 在拼打 对 前上其实还是要增加一下 出拳的这个 大摆拳吗 这谁说的 死亡一刀斩 死亡一刀斩 突然一刀斩呢 斩在哪里 对 看能不能让对方给斩晕了 对 刚才这个还一个倒地 对 这不是比赛啊 人情世故嘛 是吧 对对对 还是要有一下 这不是碰瓷 也不是剧本 确实是他们两个真刀石枪在这个擂台上去做一个实力对拼 就像之前赛前互放的狠话一样嘛 就是你说要让我去医院 那我说你要门口就有救护车 对吧 互放狠话 是要客气一下的 是的 那这两位呢都是 张台老师又是失忆 张台老师晕了 要进攻啊 蒙了有点蒙 打呀打呀 的确 这家伙有点蒙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喊了 体能会到临界点 体能会到临界点 你看这个开朗 你就想想吧 而且这个自由国际运动呢 它可以锻炼到你的人体很难去启动到的小肌肉 对 嗯 它是一个全体全身运动 所以一辈子可能就难以去运到这个小肌肉 让它起动开 你会全身都觉得更有力量了 电视机前或者说在我们这个网络端的学同学们啊 看到这场比赛觉得哎呀 打得太水了 姐妹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您可以去专业的一些俱乐部呀 或者说健身房啊 去尝试一下这样的运动 您感受过啊 如果说您不带护具和带护具 都分别尝试完 您就在直播间就觉得 只要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对不对 对 还行吗 就是第三回合还是要称一称的 别给我们裁判员整无语就行 两个人还是比较友好的 就中场的时候应该这会儿有劲了吧 中间还有一个爱的抱抱是吧 爱的抱抱 对加油打气了一番哈 对 来看一下双方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嘛 在第三回合的比赛情况哈 的确两个人的体能可能会到一个临界点哈 就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 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讲 在体能到临界点的时候是 拼的是你的意志力和品质 这是你的战斗品质嘛 看谁能坚持 对于普通人来讲就是看坚持就是胜利吧 对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对 相信我就是你等你去打比赛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三分钟无比的漫长 我不会 真的 就是你站在擂台上的时候觉得这三分钟 对于普通人来讲 其实还是很漫长的进入到比赛阶段 对 特别是到这个第三回合啊 第三回合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体能的比拼 是 两个人现在基本上啊 要换一个策略了 就要打进战了 哎 这个前次给他不错啊 拳锋直接向头 哎 不错 轮拜基佛 这个击中了 是的 算基点啊 对对对 这个应该算一个有效中击 哎 差一点又打到头部 在把手藏在之后 又是一个轮摆 我发现这个明眸的战术啊 他是打一拳我跑 哎 赶紧跑 跑完之后 我把拳藏到后面我再打 这个网络包括我们的这个电视机 不要走开 对 上个厕所的功夫 说不定你喜欢的明星网红 都已经登场了 对不对 因为今天在21点05分的时候 河南卫视也会全程直播接下来的比赛 是的 如果您喜欢什么呢 也别忘了在我们的直播间为他打一个call 给他加油 给他加油吧 打出他的名字就好了啊 还有40多秒钟的时间啊 这网友们真是评论啊 这个五花八门啊 笑不活了 笑不活了 嗯 我也还好 也还好 两个人能站到这个擂台上就已经很有勇气了 因为毕竟 我之前在职业赛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说比赛类的实战和打这种播出类比赛的实战的时候你面临的心理压力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能撑满三个回合其实就挺不容易 两个人又来到了近身缠斗 最后十秒钟了 给一波进攻输出啊 我们给的都是专业术语 但是两个人在擂台上去 再来一波啊 走 双方比赛三个回合结束啊 杀方 dicen 他一路的批荏 完成了 你 忍 借 说 在 技能 就 айте 给我 过 这 你 恭喜 祝贺张开朗 感谢